杯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杯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一二十九十八三 今天我们报告 我们今天节目安排的内容 那今天的狗废火车单元 要拿来做我的工商 要来跟大家介绍我明天 在YouTube的观点频道 要开的新的节目 叫做《辉文看社会》 那这个部分呢 我简单的扼要的报告 就是说从明天晚上七点 明天是礼拜四嘛 明天是12月20号礼拜四 从明天晚上七点开始 每个礼拜二 每个礼拜四 明天礼拜四嘛 对不对 明天开播 每个礼拜二礼拜四的晚上七点 在YouTube的观点频道 你就可以看到我的新节目 那天亮片 我这个节目不会在飞碟电牌播 你只能在网路去看 你没有办法看直播的 因为明天晚上七点是直播 每天都是直播 不是每天的 只要我们节目有on 就是直播 那你若没有时间看直播的 你可以到网路去看重播 那这个节目会在哪边播出呢 在观点 viewpoint在YouTube的观点频道 你现在看我们的节目的直播 是脸书 Facebook 那我们新的节目观点的这个 它的位置是在YouTube YouTube这个我相信有上网朋友 应该大部分都知道YouTube是什么 然后你到YouTube的观点 去订阅 请你按订阅 然后把那铃铛按一下 他会通知 那你就可以看到我们有很多评论员在上面 那各种不同的节目 像那个张曼娟 张老师 那个慢慢说 他的节目已经on air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 去点选 那小弟的节目呢 灰文看社会 是从明天晚上 七点开始 那节目的草创初期啊 一定很多的这个点点点 这边特别跟听众朋友先 打声招呼 希望大家明天 明天在我们的广播 七点收播之后 然后我就立刻到 这个观点的频道 我们谈社会新闻 那要谈什么社会新闻呢 明天要谈的啦 我先跟他预告明天要谈什么 因为这新闻很大 而且还在延烧当中 我明天在灰文看社会第一集 要谈的题目 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一句 来今天每日一句 静周刊爆料 花莲县长复昆奇 用县政府的标案 收买花莲的记者 这新闻闹得很大 那你能想象到的 这个大的报社 大的电视台 大部分都 中见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一句 也是我们明天 我就直接跟你遇到 明天我们的灰文看社会 要从这个新闻开始谈起 其实我们的狗废火车单元 从 这个礼拜是第193个礼拜 193 如果你看我run down的话 就知道这是第193 我自己的这个memo 我们狗废火车单元做了这么久 193个礼拜 一个三年多了 三年多怪怪了 时间过很快 OK 那我的意思说 我们狗废火车本来一开始的主题 限缩在这个媒体跟电视台 新闻台 报纸 媒体这东西 那后来当狗废火车的这个 这个内容就 政治的 社会的什么都 都有可能帮给狗废火车的单元 但我们明天在YouTube开播 那个灰文看社会呢 我们的主题会 锁定在社会新闻 警政新闻跟司法新闻 譬如说 昨天立法院三读通过的这个 司法院 他们把大审法 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修正 就所谓的这个 宪法法庭 这个里面其实很复杂 那 类似这样的东西 大法官的解释啦 重大的司法的判决啦 这些东西 我们就会放在会文看社会 这个差别 特别跟听众们做报告 这是我们以后节目的这个 区分 那从明天开始 我要拜托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做我的肉骨 做我的back up 然后给我批评跟指教 那 呃 除了社会新闻之外 我跟大家讲过说 呃 回文看社会的一个 呃 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我要跟 听众朋友做 及时的回应 就及时回应 就你 你你你上上网 好 在我们的直播 你就可以看到 我会看到你的 在YouTube的留言 好 他们有聊天事吗 留言 好 那我会看 好 那 及时的回答你的问题 那不是每个问题 我都会回答 好 有些问题你把我问倒了 我也不知道 尽量啦 尽量这一点特别 跟听众们做报告 好 第二段呢 我们要看这个 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好 这个阿贡啊 这个呃 应该讲美国国会啦 美国国会 他们又通过了一个 呃 所谓的友台的法案 但这些法案都没有 去考虑到阿贡的立场 我讲阿贡很多 YouTube朋友 不是很高兴 我们又不是 又不是全部都是共产党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口 有十几亿 十三亿 十四亿 可是他们共产党党员 九千多万 全世界最大党 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那他们并不是 每一个人民都是 共产党的党员 并不是 那我为什么用阿贡来成为 我看那个赵先生啊 赵浩康 赵先生他就讲老贡 因为赵先生比较老 那我都讲阿贡 那为什么讲阿贡 这个其实很简单说 你如果称呼 对岸叫中国 那比较偏向独派 如果以我们台湾这边讲 你叫他中国 比较偏向独派 你叫他大陆 比较偏向统派 所以我折中讲阿贡 可是有些朋友不是很 很谅解的 好那另外这个 呃 在我们九合一选举之后呢 习近平第一次公开谈话 有谈到台湾 好 那他说 已经掌握了两岸关系 发展的主导权跟主动权 那明天啊 呃 除了非常无聊的九二共识之外呢 明天这个陈云林啊 呃 要来这个调宴江炳坤 我只觉得陆委会有点奇怪 陆委会说啊 呃 如果有访客啊 好 因为陈云林除了调宴之外 跟慰问的江炳坤的家属 他没有其他公开行程 陆委会说 如果有人到饭店去拜访陈云林 好 他们不会干涉 那你就让他见连战就好了 你 你 你 啊 其实国家会乱 会弱 不是没有原因 好 我们第一段从这个 呃 柯文哲来谈起 那个呃 刚刚我们节目 这个 六点的时候 我们的网路会先开嘛 然后六点 六点多才进我们的广播 那有 我们的听众朋友讲说 要不要谈一下大学节 大学节就是讲那个 柯文哲的这个 呃 幕僚 啊 那林小琪的事情 我我 我不是很准备要谈 那我我简单谈就 昨天 在那个中天的 新闻农卷风啊 跟林小琪同台 那呃 他当然还是继续帮柯文哲辩护啦 不过 我跟他录影的时候 好 在录影的那 那一个小时面 我我并不知道他 呃 后来的这个 这个状况 就是说 呃 他在找工作 好 可能柯文哲要公布的小内阁名单 可能没有他啦 可能没有他 然后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这个呃 市政府的团队 好 没有在小内阁名单里面 所以他要谋职 好 那大学节部分 我因为我跟他不熟也没有恩怨 我不是要针对他 好 我要跟大家解释说 昨天在新闻农卷风 我为什么不跟他 呃 当然 我我我跑这么多通告 我当然知道导播开了双框 好 就是两个 两个这个镜头 一个是他 一个是我 呃 呃 那天后面我要解释说 我我 不想跟他吵啦 我不想跟他 我刚讲 我我在录影的时候 我不晓得他的那个 跟柯文哲的那个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小内阁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回家 看那个网络新闻才知道的 那我我我说我不跟他吵的原因是 呃 其实他要帮柯文哲编务很吃力 我觉得很吃力 那我也 呃 这几年的闭关之后 我也比较不愿意 在那边被人转来转去什么的 有很多网友说什么 他到现在还在看 当年我跟余妹妹的那个 在2100的 那么多年了 你 我真的不能说 呃 如果 如果你 你想再看到那样子的 我 我跟你讲 可能性几乎是零 因为 呃 我真的不愿意再做 做的 你就让他讲嘛 你要帮柯文哲辩护 因为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啊 好 那你要帮柯文哲辩护 那是你的权利啊 我干嘛去 去骂你 那你有你的角度 我有我的看法 大家彼此尊重 应该是这样子 好 那刚提到柯文哲的小内阁 柯文哲说 比较超 所以送李毅来的不多 呃 我不认为 台北市政府的小内阁会比较超 我不这么认为 而是柯文哲你怎么带人 好 像昨天这个大学姐大教授 那郝龙斌 马英九 陈水扁 其实每个县市政府的人 人事都是跑跑去嘛 换来换去 不是只有台北市如此 好 但天后我要讲一个观念 就我不想跟大学姐 argue的原因 在说 那 你是什么原因离开呢 好 比如说你是市长 我是局长 好 我是局长 好 你是市长 报告市长 谢谢你的照顾 我要离开了 我刚讲嘛 每个县市都会遇到这种状况嘛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关 好 那就走 那我刚讲说 什么原因嘛 你是说 你被挖角了 好 你要到中央政府 或者你要到其他县市 有更好更高的位置 或者说你要去 这个投资 你要自己开公司 他当老板 什么 那 柯文哲的局处首长 跟其他县市政府 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他大部分的局处首长 都不是好聚好散 都不是好聚好散 就这样 所以你说 郝龙斌跟马英雄 在当台北市长 局处首长有没有异动 当然有 每个县市政府都有 那异动的原因 什么 像图形哲 图形哲不是我要补他刀 图形哲 他当嘉义这个市长 他的局处首长 有人回头回衣 大家不欢而散 所以局处首长的异动 是常态 但是为什么异动 有没有好聚好散 显然柯文哲的小内阁 不是这样 那听到没有 一个市长跟一个局处 这个局处首长 柯文哲四年走的25个 一级的局处首长 这么频繁的异动 我请问大家 是市长的问题 还是局长的问题 哪一边有问题 细年遭这么多人 大部分是不欢而散 是市长的问题 还是局长的问题 要去思考这个 那今天联合报 甚至提到那个大巨蛋 所谓的这个卡蛋 卡三年多 我要请问 那到底什么原因 你不要被柯文哲 牵着鼻子走 文化部 国务纪念馆 那个就是被转移焦点 被转移焦点 那这些人 这一招很厉害 像那个王世坚 昨天有王世坚的 那个新闻声喉咙 我们在谈那个 促转 促转会 讲一大段 然后王世坚他就 他很故意 因为王世坚很聪明 他故意讲 那个什么新台币的 什么硬币 什么纸钞 要怎么换 然后每年的 他一再讲那个 其他讲的都是废话 我讲这样 对坚哥不好意思 你说的都费话 因为重点不在那里 重点不在中央银行 那些什么 什么硬币跟钞票的费换 他讲那个根本不重要 他是在浪费时间 他是在转移焦点 然后逻辑 比较不清楚的来宾 就被他牵着走了 哎呀 其实那个不是这样子 那个钱应该这样 你就被王世坚给骗了 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去扯那些 很技术性的东西 其实听到没有 我讲句实在话 你中央银行 不要说什么 两百多亿 五百亿什么 那钱根本不是重点 如果今天这个事情 是真的要做的 两千亿也应该做 如果他是大家的共识 说我们这个东西 要改要换 两千亿那就花吧 对不对 五百亿 那就是五百亿吧 如果是大家的共识 全民的支持 要做这件事情 那就做啊 钱不是重点啊 王世坚就跟你 欧梁赛党 我坐在旁边 我实在是受不了 那你到底在干嘛 说的都不是重点 大巨蛋的情况也是一样 你现在当下 那个蔡柯惠啦 文化部长 跟柯文哲的隔空 那个都不是重点 那个都不是重点 不要被柯文哲 牵着鼻子走 你当了四年的台北市长 大巨蛋没办法解决 你就是无能 大巨蛋不是你造成的嘛 从之前的郝伯春 当行政院长 一路到陈水扁 马英九 郎兵一日后 你交棒接到你手上 四年的你没办法解决 这个就是你的能力 那你还要签做什么呢 你又不是刚刚 像韩国瑜是下礼拜 才要宣誓就职 才刚第一任嘛 你柯文哲是第二任啊 你要怎么告诉我说 大巨蛋拖了四年 没办法解决 你怎么可以 牵托给中央政府 你怎么可以 牵托给什么远凶 你没办法改冠嘛 但是讲这个 我来这个特别的 称赞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有做那个 柯文哲第一任的 市政总检讨 总共做了好多篇 我觉得现在的媒体 要做这样的报道很困难 很困难 我讲一下那个静周刊 我们待会每日去 不要谈那个静周刊 爆料那个什么 花莲县政府的什么标案 然后很多大媒体的记者 去拿钱 其实讲白就是拿钱 说什么标案什么 那都是眼人耳目 简单讲就拿钱 OK 我要讲就是说 这种新闻好不好跑 以我看来 我是 我说江湖一点 江湖是没价钱 江湖一点绝 讲破没价值 为什么 因为那些东西 以我的研判 一定是花莲县政府 内部的人拿给你的 一定是花莲县政府 因为花莲县政府 现在是代理县长 那下个礼拜 就换 副公司的太太去接了 副公司的太太当选了 这种 我跟各位说 这种新闻 比较没有什么困难度 人给你 你就写就对了 但是自由时报的柯文哲市政总检讨 他的报道的非常的巨细 非常精彩 而且你看 联合报没有 中国时报没有 苹果之报没有 只有自由时报有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市政总检讨 但是我请问大家 我还是称赞这个自由时报做的 我请问大家 那 争论节目会谈吗 哪个争论节目会去谈 今天讨论什么 会不会谈 不会谈 争论节目不会谈 柯文哲的粉丝会不会看 自由时报在检验柯文哲什么 他会不会看 他也不会看 我讲两个点 第一个呢 他提到柯文哲的两岸家亲 就明天的双城论坛 他说柯文哲的两岸地位 不是经济贸易的成就 而是建立在谎言 他那种评的 国安会讲稿的AV稿风波 国安会讲稿 后来衍生的 到底我们摆平你了没 你怎么可以对记者讲这个话呢 到底我们摆平你了没 这个话跟 那个胡昆琦那个意思一不一样 你有没有拿我的标案 你有拿 你有拿 一个标案都十几万 十几万起跳 你有拿 那你怎么可以骂我 你不是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吗 你有拿我的钱 我花年管建府的标案给你 你就不能骂我啊 这不是江湖不是就这样子吗 什么叫江湖道义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啊 那柯文哲你怎么说 到底我们摆平的美 你不能用这个话对记者讲啊 你不可以讲这个话 我当然知道你很多科粉 可是我根本无所谓 你讲这个话你就不够够 什么就到底我们摆平 你不是说国安会什么 只要你又哭什么的 那到底真相他也没交代啊 然后讲一讲事情就不了了之的 另外呢 自由时报的另外一篇 他提到那个 市政资源的分配 这个也很可怕 白色的力量推倒蓝绿高强 柯文哲在做这个市政资源分配的时候 他跟传统的蓝绿政客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我相信台北市议员自己心里有数 有些台北市议员分道 他就不咨询了 他就不监督了 我就分到我的东西就好了 台北市议员也没多好 讲句子 你说当然数值 整体数值平均起来是比其他县市议员好 有好到哪里去吗 你看现在蓝绿要推的那个政副议长名单能看吗 我点到为止啊 那个名单能看吗 他去台北市探订一下 议长副议长你拜托 你叫那些人去做 所以我刚讲嘛 政论节目会不会谈这个政论节目不会谈 不会谈 柯文哲的粉丝会不会去看自由时报专题报导也不会谈 也不会谈 我明天我们明天不是有那个灰文看社会吗 再顺便广播广告一下 明天的灰文看社会 我拿我搜集的那个给你看 除了我们谈富昆奇那这个 因为其实这很多东西都要去都要去消化去整理的 可是自由时报做得很好 我也没有办法每篇都看 没有办法每天每篇都看去去去理解 因为那个是要去解读的 做功课的 我也没有自由时报市政组那么专业 但是我非常的感谢 还有这么样一个team 他是用市政专业的角度在监督 这个台北市政 这非常的重要 好那没有办法 因为他当选了 柯文哲当选连任 我们还是这个 就是恭喜他了 但是该讲我们还是要讲 这点特别跟大家做说明 好那另外一个是事情 是刚有听到没有在网路上问的 那个江仪化的事情 昨天到台大去演讲 但是演讲部分上 他被部分的学生闹场 就觉得说这个之前太阳化的事情 你没处理没交代 那为什么又跑来台大演讲 因为其实江仪化他以前是 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 以前是台大政治系 你以前台台教授嘛 然后后来马云九邀请他来去 这个内阁当官 那他要回台大去演讲 就被这样的对待 听门我认为这个不是临时起义 不是临时起义 因为是个演讲 所以呢 很多人都知道江仪化 昨天要去台大 那台大的下方也接到消息说 很像大家在串脸啊 脸书啊各种的这个 很像明天会有什么事情 所以昨天台大的那个 这个保全人员比较多 特别在那个演讲的那个附近 结果没想到学生更多 就没办法去控制那个场面 那我不认为这个是擦枪走火 我认为台大的下方你早就知道说 有学生要抗议 你应该建议取消了 取消 不要硬碰硬 台湾边我给你解释是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 你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 你很难去对那些义愤填膺的学生 去解释那些东西 那是没有办法解释 我今天在绍康战经是有提的 就是提到这个当年太阳花的 所谓的学运 我一直不认为它是个学运 我一直不能认为 我简单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一连串的闹剧 所组合起来的 一连串的闹剧 陈卫庭他说 在这23天里 我们叉叉叉叉大 又骂彰化 彰化我就不能念了 我们演了一场戏 那是一场戏 陈威廷说这是一场戏 然后现在台大的那些学生说 这个教育化怎么样 那是一场戏 那怎么会是学运呢 不是吗 那怎么可以去占领立法院 那你凭什么占领立法院 我是太阳花 公民不服从鬼扯 哪有这种事情 你看那个法国 黄背心运动 因为法国的规定说 你每个开车的人 都要在车子里面 放一件黄背心 如果你的车子故障 抛锚什么 什么破练什么的 你要把黄背心穿上 然后等候这个道路救援 不然的话很危险 那黄背心运动 你看在法国 你就抗议 打打闹闹 什么抢劫 砸毁 那个什么商店 也是乱七八糟 那请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占领 法国的国会 我们的太阳花 比较用吗 我们的太阳花比较弱吗 那不是嘛 就从头到尾 我们2014年 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讲太阳花这个事情 所以你昨天再去抗议 讲一话 不如不要去 就算了 因为讲不清楚的 那你们如果认为 那个当年的太阳花是对的 那你们就应该去 要求蔡总统 听闻 我还是要简单的解释一下 这个 其实我是很闷 我实在是闷得不得了 来 我把这个 我的这个iPad 秀给我们的这个 脸书的朋友 看不清 没关系 我会念 ECFA 它是一个框架 ECFA是两岸 经济合作的一个架构的协议 那ECFA呢 有四个部分 有四个部分 从这个服务贸易 到货品贸易 到这个争端解决 还有投资保障 ECFA是有四个 大的部分来组成的 那所谓的服务贸呢 就是服务贸易 就是服务贸 我不晓得 昨天去抗议的这个 台大的同学 或是其他学校的同学 有几个人知道 ECFA是这四个小 我不知道 你们有多少人知道 ECFA是这个 即便你是台大的学生 知道的几%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解释给他 荒谬的地方 地方在哪里 所谓的太阳花 它就是要去挡服务贸易 党服务贸易 可是呢 我也跟大家讲说 整个ECFA 服务贸易只是 四分之一的 其中的一环 其中的一环 那我们不是之前讲的 早收清单吗 其实货品贸易 跟服务贸易 有部分都已经开始做了 那个叫做早收清单 那我说你们这些同学 包括黄国昌 黄国昌我没有时间骂了 因为准备要进广告了 你们逻辑错误的地方 在哪里 你不是说服务贸易不好吗 服务贸易会害死台湾吗 OK OK 服务贸易不好会害死台湾 OK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你应该是告诉蔡总统 民进东西 完全这件 服务贸易是不好的 你要记得2010年 蔡英文跟马英九辩论什么 辩论是ECFA 那你不是辩论ECFA 说ECFA很烂吗 那你现在当总统的 你完全执政 你应该把ECFA给废掉啊 那你去抗议江韵化干什么 你们根本就划错重点嘛 我就不晓得你们在干什么 你应该是告诉蔡总统 服务贸易是错的 服务贸易是错的 那ECFA就一定是错的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 同一个东西嘛 同一套东西嘛 如果跟阿公做服务贸是错的 那货贸也不用谈了 那一定是错的嘛 整个ECFA 你应该把它废掉才对啊 你怎么去抗议江韵化呢 不是说我要骂你们这些同学们 你们的逻辑根本不通啦 黄国昌你的逻辑也是错的 我不知道你是在说什么 条件变运你了解什么 重点不在台大的学生 重点也不在江韵化 也不在黄国昌 重点是我们一定要从太阳化 这个所谓的学运里面 我不认为它是学运啦 所以我加个所谓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理清楚嘛 不能积飞成事 太阳化不是学运啦 你看我今天花一点 我花一点时间讲这个事情 我讲一话我根本不重要 我直接pass过 那不重要啊 我也不是要批评这些台阶 所以你民政党的建户蔡总统 你要去面对这个事情啊 你不能一边骂阿共 然后一边要EKVA的和平红利 这个不对的啦 哪有这种事情 你不是敢骂 你不是嫌人家不好吗 那你干嘛拿人家找收清单 退回去啊 不是应该这样子吗 你嫌阿共不好 还拿人家的好处 休息一郎 我是陈惠文 这边要工商一下 我们明天晚上起点 明天晚上起点 在YouTube的观点频道 是我们新的网路节目 这广播听不到 你也到网路去看 电视也不会播 电视不会播 这个网路有 叫做 辉文看社会 那这个是在YouTube的观点频道 观点 请大家到YouTube去搜寻观点 然后按订阅 YouTube订阅不用钱 Twitch有些订阅是要钱的 Twitch 那因为不同的平台 不同业者 他们的不同的那个 这个做法 那 我们尽量把社会新闻 集中到辉文看社会 那我刚刚都预告了 明天 你明天要再怎么 先跟你预告 就是点点点 那 也希望听到朋友捧场 多给我批评跟指教 那 我们广播部分不受影响 广播继续 马照跑舞照跳 所以你开车的 然后听广播的 听APP的 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们 辉文看社会的 这个是新的节目 网络的节目 在YouTube播出 观点频道 我们尽量以社会新闻 还有跟网友的互动 为主 因为我这几天 也回了一些 YouTube网友的 这个意见 我留言了 你又留言回来 然后我要再回去看 以我现在 拼经济的状况 可能比较 捉襟见肘 坦白讲 我的时间上面 分配也出力的不好 如果明天我们那个运作 回文看社会能够多跟大家互动的话 我就集中在那边 然后以后要回大家的留言的 这个可能相对就比较少 我是希望 我个人是希望这样 因为 譬如说你现在在我们的脸书也好 在我们的YouTube 这个待会重播 你去留言 我要回你的留言 已经好几个小时以后了 好几个小时以后 甚至有的我没回 大部分我都没有回 这样对大家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希望那个 我们新的节目 除了社会新闻之外呢 就要增加跟大家的这个互动 好 我们来看今天这个自由时报 这个是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我对这个头版头 我很有一见 因为自由时报是我的老东家 我以前当记者 第一份记者的工作 就是在自由时报 我退伍之后 第一份工作在联合报 但是我那时候做广告企划 在联合报的这个广告业务部 做广告企划 我第二个工作是在自由时报当记者 好 那这个自由时报 今天头版头 他做这个美国国会的新闻 他已经做好几次了 类似像这个之前的NDAA NDAA就是国防授权法 参众两院的什么委员会 院会等等 已经很多次 那这个他今天头版头 去做美国国会 去定这个法案 那这个部分我有意见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的意见在那里 我的标题 它是又通过友台的法案 又 again 又一次的通过这个 友台的这个法案 那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 有什么用处 我跟各位报道没有用处 没有用处 2018年现在12月了嘛 对不对 再过几天就2019了 请问2018年的NDAA 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 美国有做吗 没有做 也就是美国国会通过这些法案 对美国的行政部门 白宫啦 国务院啦 国防部啦 是没有拘束力 没有强制力的 美国的白宫 等于我们的总统府嘛 美国的国务院 等于我们的外交部嘛 国防部就等于国防部 他们这些 你通过这些法案 其实跟我们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你通过这些友台法案 川普他们不一定要照做啊 那我请问你 那你通过这干嘛呢 你通过这干嘛 这些法案 这些法案 看起来是对台湾很好 可是他们忘了一个 我们旁边一个非常强大 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在旁边虎视眈眈 所以中国大使馆 驻美国公使叫李克星 他说美国军舰停泊高雄那天 就是要武统台湾啦 你美国军舰敢停在高雄 我就打你 他不是要打美国 他打我们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些法案口惠不实呢 然后阿公又可能报复 真的对台湾有利吗 我们之前 今年年初通过的 台湾旅行法 什么叫台湾旅行法 台湾旅行法 你不要被那个名称给迷惑 台湾旅行法的意思是说 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高阶官员 什么部长啦 院长啦 甚至总统 甚至总统 应该互访 你觉得有可能吗 你看当年老部期来 也是卸任之后才来啊 柯林顿也是卸任才来 谁敢卸任的时候来 没人敢来 那我问你 你通过台湾旅行法的意义在哪里 你通过啦 今年年初通过啦 从通过到现在有谁来 也没有人来啊 所以美国的两岸学者 叫做任雪莉 这是美国人 美国的一个两岸的学者 很有名 任雪莉说台湾旅行法 这样的法案 是美国国会在戏弄台湾 T-E-A-S-E 大家学个英文单子 T-E-A-S-E T-E-A-S-E 的意思是细弄 给我们虚人 给我们塞人 美国国会在戏弄台湾 我通过这个法案 你吃这个样 吃那个样 你看得到吃不到啊 他真的美国总统要来 你敢让他来吗 川普说我下礼拜来台湾访问 你敢接待吗 美国航空母舰说 我们要停高雄 他来真的 他来真的对我们好吗 真的对我们好吗 我不是要帮阿共讲话 我也不是要帮美国讲话 而是我们的处境很尴尬 你通过这些法案 所以我说自由时报 你怎么用这个新闻 做头版头 我不是 我不是很同意 我讲实在我不是很同意 我批评我的母抱 我很抱歉 但是该讲的话 你这个会让 没有听飞碟晚餐的 自由时报读者有个假象 美国对我们很好 美国还挺我们 你看他们美国 他通过这些法案 通通没有用 2017早就结束了 2017的国防授权法 一条都没有做 跟我们台湾有关的 一条都没有做 那不是戏弄台湾是什么 2018剩不到一个月 你2018的也没做 美国国会不要再搞这种把戏的 不应该做头版头 那会误导大家 好我们来看这个对岸的状况 这个昨天 习近平在公开场合 再次的提到台湾的选后 我们九合一大选之后 第一次提到台湾 他重申一中原则 还有九二共识 这都是老调重谈 习近平说 已经掌握了两岸关系 发展的主导权跟主动权 这个我也不得不同意 我也不得不同意 不是说习近平外交 我讲句这个对他们不客气 也不是你外交 为什么 因为是你们那边的 银弹比较多 飞弹比较多 就这样 所以很明显的 两岸的主导权跟主动权 是在你们那里 不在我们这里 天门你看我们 call in的第二题 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吗 我说一直这样拖下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时间站在我们这一边 那不一定 天门一时间关系 后面的这个几题 那个明显 我们后面那几个标题 在看状况 我实在是有感而发 有些朋友 在我们call in的时候 提到中国崩溃论 当然很多两岸学者 包括美国很多学者 中国会崩溃 像那个苏联解体 柏林围墙 阿拉伯之村 中国会崩溃 我请听了没有 去设想一个状况 如果中国崩溃 如果阿共崩溃 讲中国有点独派 如果阿共崩溃 有内乱 新疆 或是什么西藏 什么自治区域 有什么暴动 什么接干旗 如果阿共出状况 我用出状况比较中性 如果阿共出状况 请问听众朋友 他要怎么转移交点 我刚刚不是前面讲 王世坚转移交点吗 王世坚转移交点 当场我就踢爆他 那如果阿共出状况 习近平要如何转移交点 他出状况太好了 阿共要四分五裂 人民要革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 这是一个版本 一个版本 那有没有可能 阿共出状况的时候 阿共出状况嘛 对不对 好 我现在内部很乱 很多人有抗议 好 我打台湾 我打台湾啊 我就转移交点啊 那我不是中国梦吗 老祖宗留下的土地 一寸都不能让吗 我现在内部有状况 我知道啊 什么经济啊 房贷啊 什么银行啊 什么什么 有问题 我打台湾给你看啊 我转移交点啊 我用民族主义来掩盖 我的内部的状况嘛 我们要收复台湾了 你看台湾最近跟美国 没来远去 跟日本这样 我们打他 我转移交点 我讲这一句 我要告诉听到没有 中国崩溃论 所谓的中国崩溃论 这是专有名词 中国崩溃论 不见得对我们有利 不见得对我们有利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 他们自己里面打起来 乱七八糟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啊 当然有可能 那有没有可能像我讲的 在我内乱之前 我先转移交点啊 我打台湾给你看啊 然后大家 哦我们的这个 解放军啊 多么的威勇 鹦鹉啊 有没有这种可能 所以不要想说 天呐 我要强调的重点是说 超之在挤的部分 我们要好好的做 我们要好好的做 那超之在人的部分 我们实在没办法 就像习近平讲的嘛 主导权跟主动权 都在他们手上啊 都在阿公那边手上 我们是要 我们是要跟他们 打扒拳 我们是要跟他们抢 赢蛋比人家少 费蛋比人家少 你要跟他玩什么 我们处在很劣势的状况 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 中华民国的总统 没那么好当啊 因为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就是得去面对两岸问题啊 你要去想办法解决两岸问题啊 什么鸡蛋啊 什么ABS啊 什么国民旅游补助 那些都是 知为莫及的东西 蔡总统你要想连任 你一定得去面对 你的两岸问题 两岸问题才是你 2020年能不能连任的关键啊 是要算总统呢 不是要算市长呢 你两岸问题不调整 你要怎么选 难道你要骗他 我继续维持现状 来 我们来开我们的 开访我们的 库音电位不是开了 开访我们的库音电位 来 022363995 空236395 这是我们的库音电话 欢迎听到我们 今天这个上线 022363995 这是我们库音 听到没有 你如果不知道 我们最近在谈什么 请你不要打 我这个要求很不好意思 你如果不知道 我们库音在谈什么 请你不要打 你知道我们在谈什么 而且你的答案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你现在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 昨天那个加拿大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比我还红 很多人认识你 你们开同学会 昨天加拿大王先生 你不要不好意思 你讲的已经很好了 你讲的已经很好了 你不要什么 霍文兄不好意思 不用客气 听到没有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的 没有标准答案 我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来听 接听大家的这个宝贵意见 022363995 飞地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霍文大哥吗 你好 我是脸书上的网友 我姓哥 哥先生 对 哥树玉先生你好 你好 你打进来了 对 所以可见我们的库音是真的 对不对 是 哥先生你有备而来 有 来从第一题来 你不要让我失望 这样我不好意思 来第一题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我觉得两岸是一家人 然后中国是 父亲关系 你说阿公是父 我们是子 对 这样对 因为就是感觉比他强势 所以你的父子关系 是看谁 比较 拳头比较大 对 好 那第二题 如果一直这样拖下去 对老百姓有利还是不利 我觉得不利 为什么 因为会越来越没有空间发展一些 有的没有的东西 所以不能再拖了 不能再拖了 好 那第三题 如果统一的话 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统一没有言论自由 然后会被阿公主导 被他们主导 好 那独立的代价是什么 独立的代价是 会有一些 更有一些那个经济贸易的往来 经济贸易的往来 独立的代价是经济贸易的往来 我感觉是这样子 哥倩你是不是飘走了 独立的代价是经济贸易的往来 你飘走了对不对 对 你不能这样飘走 来 最后一题来 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 承认九二共识 可以往和平的方向去发展 OK好 哥倩 谢谢你朋友 你要回去听重播 好 终于打进来 因为我之前有事都打 很少打 都在通话中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捧场 谢谢哥倩 我建议哥先回去 听重播 再帮大家第三题飘走 没关系 飘走很正常 飘走很正常 哥先生谢谢你捧场 那个九二共识的部分 我今天标题 九二共识到底两岸 有没有九二共识 可不可以放在2020来公投 两岸到底有没有九二共识 我们可不可以公投这个题目 这个是之前很多听众朋友的call in 来 哈喽你好 喂 你好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姓你好 台中小王 台中的小王你好 你好 你好 小王来从第一题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那个应该还是敌对的 两岸是敌人 好 那如果一直拖下去 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 拖下去就看我们 朝哪一个地方发展 如果是我们先就是把我们那个不足赶快补嘛 该发展那个武力就发展这样子 你说国防啊 就是那个等待啊 好好好 来 那想问还是要用啊 来第三题来 统一的代价老百姓的话 如果统一的话 统一的话老百姓代价是什么 我们现在很多那个自由部分都没有了 像我们有些call in或是什么 那就没有了 那如果独立的话老百姓代价是什么 独立如果是我们有已经准备够了 应该就是看一下跟那个嘛 新加坡以色列这些国家 可以赶快去学习一下这边怎么做 王先生小王你没听过 我说如果独立的话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独立啊 独立 我不是要问新加坡以色列 一开始应该很辛苦啊 好很辛苦 小王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来 赶快那个好发展 可以那个对抗的那个实力啊 他们营弹比我们多 飞弹比我们多 我们就找飞弹跟核弹啊 这样才能保护自己 好谢谢小王 谢谢 你看那个伊朗啊 伊朗那个伊朗的核协议 世界各国是 如果我们现在要发展核武 可能那个时间跟那个 来谢谢小王 来 贝利晚餐你好 哈啰你好 喂你好 喂 葵文哥 大哥你好 您住哪个贵姓你好 我是台北卢先生 卢先生 你好 来 我们从第一题来 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绝对是一家人 绝对是 要加个绝对就对了 好 那如果知道蔡总统这样突然去对老百姓 有利还是不利 非常的不利 你要一定要再加个非常 对对对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间就不站在我们这边啊 经济他们比我们发展的强 市场比我们大 我们的东西要卖去哪里 我们最大的市场 我们外销最大的出口口还是中国 没错 没错 都还是在卖给他们 来 如果统一的话老百姓的代价是什么 统一的代价 统一的代价就是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 那独立呢 独立就是除了自由什么都没有 你跟我来这一套 除了自由什么都没有 那有用吗 就是谈细细 我大概 来如先给蔡总统两岸政策正面的建议 要正面的 好 就是问题在经济嘛 你看高雄都已经翻过来了 就代表说 人民还是要够抛党 我们还是要承认九位公司 因为阿公 一定就是 你不承认什么都不要跟我谈 所以我们就只好 了解 找一个方法来安抚他们 安抚他们的鹰派 安抚他们的鹰派 对对对对对对 分分的选你要安抵 然后来承认这样子就好 谢谢卢先生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的捧场 谢谢卢先生 不听我 我补一句 就说 可不可以不承认九位公司 然后又拼经济 可不可以 不要依靠阿公的 阿公的让利 然后又拼经济 这个是我 陈辉我们今天 每日一句还是 镜周刊的爆料 说这个华联网 华联县长 傅昆奇 用这个县政府的标案 去收买华联的 这个各媒体的记者 当然有些媒体 他的记者 他不愿意拿这个钱 但是大部分的媒体 都收了这个钱 我觉得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 那不去谈傅昆奇 因为傅昆奇 他的手法就是这样子 我不意外 你说一个花莲县长 会送大西瓜 送到台北 给台北的这个里长 台北的市议员 台北的记者 他都做到这样子的 所以他花钱去绑记者 我一点都不意外 我比较遗憾的是 这些记者同业 我们说君子爱财 取之有到你 你拿人家的钱 你怎么去批评他 你好意思吗 你去批评 花莲县先生 你没有立场的 那已经有好几位 因为这个新闻同业 已经主动请辞 也混不下去 可能是电视台 或是媒体的这个 他们自己有内归 你这样拿钱 就不应该 复昆奇去砸这个钱 也不应该 那这部分 我们明天在 那个灰文看社会 就我们今天狗飞火车 跟大家推销 我的这个新的节目 在YouTube的观点频道 这个新节目 灰文看社会 明天首播 那节目的草创初期 当然很多要 监讨改进的地方 那我们会把节目 做的比较 比较轻松一点 然后 比较 不要去谈选举 政治啦 民进党啦 什么科批 那个我们尽量的 这个韩国瑜 什么今天不谈 我们主要谈 社会新闻 像刚提到 那个花莲县政府 这个用标案 去收买记者的 只有花莲县政府 这样干吗 只有花莲县政府 这样干 当然不是 里面很多秘星 在明天的 灰文看社会 那我们播出的时间 是这个 明天开始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的 晚上七点 那一开始 时间不会太长 所以大家要 在我们 现在 现在看我们 脸书的直播的朋友 你就要去订阅 我们的YouTube的频道 观点 叫做观点 那你订阅观点呢 然后呢 就这边直播看完了 就转去观点 然后我们就去谈 社会新闻 每个礼拜二 跟礼拜四的 晚上七点 我们先做半个小时 然后再看状况 来做调整 那我也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 语音的软体弄好 那我们在网路接扣印 网路接扣印 网路接扣印 已经很多直播组在做了 那我们把技术 什么这个音源 音讯的问题 把它克服之后呢 我们来这个 绘文看社会 我们一样开放扣印 那那个扣印 就跟我们广播扣印 不一样 我们就把它切割开来 去谈一些这个 比较不是那么政治啊 不是那么统独的 明天没有扣印 明天我们那个 还没那么快弄好 明天只有我们节目的 这个首播 辉文看社会 然后重点当然就是在 这个社会新闻 社会新闻其实有两大块 一个是警政 一个是司法 警政跟司法 其实也是环环相扣了 这些东西也都是 有连贯性 那我希望在不同的平台 那不同的节目 用不同的角度 来看这个社会新闻 我们你看节目 明天才知道嘛 我不是要谈政治的 那call in的部分 我会想办法 再请我们的这个电台的 这些同仁来想办法 尽快的上线 那还没有 call in还没上线之前呢 我们就是从聊天室 YouTube有聊天室嘛 就跟你现在脸书 聊天室 他的留言状况 意思差不多啦 那我会透过 YouTube的聊天室 看到各位 即时的提问跟互动 那谢谢大家的捧场 我们明天见 谢谢拜拜